大家已经写好几个 就是做完之后的话年曆一键完成 输入年份 2018、19 你就输入西元年份 Enter之后他会自动帮我把它改这个 改这个之后的话 因为我们刚刚逻辑这样 改了这个之后 然后呢自动跑每个月的第一天 再去跑每个月的下面的天数 再去格式化 就是我们刚刚的动作 所以这边的话按确定 他就自动完成 一键就完成 我们看到 其实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刚刚做的 那怎么做的 其实有点复杂 但是清楚的话也是一样 清楚 OK 如果2020好了 Enter 全部OK了 那其实 有问题吗 没有 那里面怎么做的 因为有点复杂 所以可能有一些细项 我大概把一些重点跟各位讲 如果你有一些程式不太明白 云端上我都有贴 这个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方法 OK 其实会改版很多次 本来刚开始是用 直接用VBA写 后来发现刚刚用丢公式的 所以这边其实都是丢公式 后来发现丢公式最简单 就是把刚刚的公式丢 丢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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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全部就完成了 那只是要怎么做 另外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那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 我这边一样呢 撰写一个叫 Sug的年利 也许我就插入一个程序 叫年利 那再来的话呢 我需要 跳出什么呢 刚刚不是有一个什么 跳出这个 有没有 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 叫做Input Box Input Box 所以呢 不过Input Box 又有两种 一个是 就是本身VBA里面的Input Box 另外有一个是Application的Input Box 那有什么不一样 后来这个也是后来我查的 如果你今天 假如说输入AAA的话 你如果用VBA里面的那个 Input Box 它会直接挂掉 但是这个的话 Enter会怎么样 它会跟你讲说 不正确的数字 意思就是 你这边只能输入数字 你不能输入中文或英文 会挂数字 就是因为你给它错误的 不是数字 所以后面程式就会 整个就 除非你有做一些 那个防呆的机制 不然的话那个地方就会 就会错 那这个Application 点Input Box 不用 那这个部分的话就直接输入那个 假设输入数字 它就会 就会帮你跑完 那里面怎么写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第一个 我这边 当然你在VBA里面 有一个叫Input Box的 也有一个叫Application 点Input Box 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别是 Application 点Input Box 后面有一个这个 Type等于1 Type等于1 第一是说这个输入里面 1的话只能是数字 2的话好像是文字吧 我有点忘记了 因为我之前也是 也许在成品翻书 翻到这个东西 如果可以用就马上拿 用 果然不错 好处是说 你不需要再额外写一些 防止错误的程式 它就可以自动让你避免掉 就是一定只能够输入数字 那其他的话 当然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F1 我前面讲过 你可以按F1 它会跳出这个相关说明 有没有 这里面Application 点Input Box 方法 那里面的话 它会有一些 叫做Type Type的话 在里面 会有一个Type 最下面 在这里 有没有 数字是1 文字是2 OK 那如果只能输入数字 你就Type等于1就可以了 所以我用这个方法 这个请供可以参考一下 你按F1 这个里面就 然后请输入年份 Type等于1 只能输入数字 那接下来它会输入一个 比如说2019 那会丢给A A这个变数呢 就再去串接 那串接的话 我刚刚讲过就是 如果你输入是2019 它遇到M的符号 自动变成2019的文字 有没有 有没有 自串 串完之后 2019的1月1号 串完之后就是 把它丢到这个储存格 因为这边有格式 所以自动变成民国年 那再来的话 我做什么 F3 所以我接下来 每一个月的第一天 2月1号到12月1号 那怎么做 其实我这边是4J 等于2到12 那我的做法是怎么样呢 就是直接Column Sales 等于第二列 一定是第二列的追栏 追栏指的是哪个储存格 从第二个储存格这边丢 丢什么呢 等于这个Eday 所以我们前面不是有一个Eday 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取消 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个里面 这个后面有没有 双引号里面 但问题来了 这上面是我想出来的方法 那可是问题来了 我今天如果希望呢 他每这个 就是每增加一个追 有没有 追的词从2开始 那他就自动怎么样 帮我把这个前面的这个A变成B B变成C C变成D 有没有办法 这个这个立法 这个是A2 对不对 那下一个是B2 下一个变C2 E此类推 但是问题来了 因为这个是文字 它不是数字 所以他没有办法往后面 所以我就想了一个简单的方法 这个也是我想出来的方法 接套 我就在这边 多增加一个叫Col的一个文字 里面的话就放什么 放这个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就可以了到这边 那我可以怎么样呢 用密的函数去切 切了之后放进到这边就好了 这个地方嘛 那当他是2的时候 他就帮我放A 如果2的时候 然后3的时候变B E此类推 OK 应该可以看懂这意思 那只是要怎么放 这边的话双引号 双引号切开来 移到中间 And end 再移到中间 那里面的话 你想说放Column吗 不对 就是空白先放 Column是全部 所以你用MID MID切割它 对不对 然后呢 逗点 他问你说从哪个字开始 从D缺一个字 追的话呢 他如果是2 那就从第二个字 切过来是B 不过不是B 应该是 这应该减1吧 减1的话应该才是A 因为我第一次应该是A 第二次才是B OK 所以这个位置决定是哪一个字开始 那要几个字 逗点一个字 透瓜糊 这样就OK了 我刚刚是不是这样写 我看一下 其实有时候陈氏写完之后 有时候不会特别背 因为他这边的话 这边是用J 他都多打A 为什么都打A 为什么都打A 就不用减 就不用减 你把整个尺寸 对对对 原来我当时是这么聪明的 我刚刚变笨了 OK 对对对 前面再多一个字也可以 对啦 意思就是说 因为我不要再加1 减1 因为最讨厌程式里面有什么减1加1 为什么减1加1常常会 到底为什么会减1 到底为什么加1干脆你就是那个位置开始 这样会比较统一的 所以我常常会这样写 就是说如果会减1的话 那我干脆就是在那边把减1拿掉 多放个字上去 OK 所以这个AA的话 意思是说 这个也不一定是A 这个可以给别的字串 反正就是塞一个东西就对 对对对 这种概念 塞一个空白也可以 只是说你要合理 不过有的时候自己写过之后 都会忘记 所以我讲过最好加注解 不然你不加注解 之前怎么写 为什么这样写会忘记 OK 反而同学记得比我还更细心 OK 这样你可以理解吧 所以意思是说我把那个蓝的字串 帮他塞到这边 所以第一次一定会塞A2 再来就塞B2 再来一直类推 所以这边的话 基本上我先把它清空好了 清空一下 然后再来就跑到这边好了 所以这边是一个中断点好了 它会跳出来 然后2020Enter 这个时候2020串接 帮我丢过来 所以丢过来之后 这个储存格就2020的1月1号 这边是可以丢字串的 OK 把它丢过来之后的话 再来就是 追去切割这里面 所以column 然后目前切割是A 所以把这个东西 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然后放个 有没有2月1号了 那以此类推 2月2号 2月3号 以此类推 就是这样把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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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F 对啦 我这边打错了 B,C,D才对 OK 所以不能打错 OK 好 那怎么办 不过BBA有个好处就是 它可以倒车 倒到最上面再来一次 OK 有没有 那你又会怎么办 重新再跑过 它会盖过 有没有 5月6月7月 每一次类推 8月9月到12月 好 这样应该没问题 再来的话呢 换下面这部分 那下面这部分怎么解决呢 一样的想法就是 我们一样可以把前面的公式 丢到哪里呢 丢到这个范围里面 所以呢 我基本上 会先跑追 为什么 因为我追先跑的话 它就会由上往下跑 跑完一栏之后 换下一栏 换下一栏 那做的方法就是 for j 等于1到12 我把它放在i的外面 所以 它会先往下 那一样呢 Colin等于是抓那个里面的东西 因为我底下的东西 这一串 其实是从什么 从那个 我们的公式里面抓 贴过来的 这一串 本来是应该空的 那怎么来的 其实就是从那个前面这边 有没有 把这个 这个开始 这个把它复制一下 复制之后的话呢 一样子啊 把它贴到那个 我们的 这个公式里面 复制完就要取消 不然都要切不到VBA 然后把它贴到哪里 贴到这里面来 但是贴上之后会有个问题 不只一个问题 很多问题 哪边有问题呢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可能要改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是列啦 列的话呢 用I来代替 所以呢 我们先慢慢处理 列的部分先2取 把它双引号 and end 然后放一个I进来 那A先不用处理 等一下一起处理 那再来其他2也是一样 所以这边会有一个 两个 所以列的部分处理完了 再来处理A A的话呢 基本上呢 就是从这边 所以其实就是什么 其实就是J啦 有没有 JD 所以这边 其实你会发现 跟上面不一样 上面会多一个A 这边不用 所以其实把它放过来 然后 直接用这个MID来串 串到哪里呢 串到这个A的位置 所以如果要把那个MID 放过来的话 那当然你会想说 直接双引号串两个 不过这边的话 基本上可以直接跟那个I的部分串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直接end这边 然后到这里 有没有 直接给它控开来 然后这边的话 加一个MID 那可以直接怎么 拿上面这边 刚刚这个MID来复制比较快一点 这个东西 把它复制过来 放到这个中间 那这边也是一样 A的部分也是一样 这个A的也是一样 相对的复杂很多 那做完的话 我这边有一个完成的 我就直接拿这个好了 不然相对的 还蛮多地方 都是细节 OK 那请供参考 因为这个东西 其实难度非常的高 好 做完了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结果 里面我刚刚讲过 就是I的部分 I要减1 可能要注意一下 刚刚没有减1 其他就是MID放在这边 I为什么要减1 从3开始 3开始 对对对 刚刚是2 所以要把它减1 因为这个没有办法 除非说 你 这个可能没办法 不减1了 因为没有办法再简化 最后做完之后的话 就可以看到结果 就可以类似像这样 这一题因为相对的比较困难 所以我们就提供这个程式给各位参考 大概逻辑是这样的 把它跑完 这样就完成了 清除 执行 比如说 哪一年呢 2019 Enter 自动OK 这边中段你又把它拿掉 拿掉 执行一下 OK就出来了 底下的话你会发现 它除了说串完之后 我这边还有格式化日期 但是我没有把刚刚格式化日期扣过来 而是用扣它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希望执行完之后 自动把格式化加进去 你程式不用再写到下面 而是可以用一个关键字叫 Core 格式化日期 这样意思就是说可以直接去呼叫它 去执行它就可以了 那再来最后清除 不过清除我是怎么清除的 其实你会发现 因为清除如果要避开这一个 因为这个是头 这个头不能不见 所以怎么做呢 我想了一个方法 干脆先把这个记录起来 然后把这个范围都清空之后 再把它丢回去 好像该比较简单 不然的话你可能要分两个范围 这边要清空 然后再来就这个范围 这边两个范围清空 我觉得比较麻烦一点 所以我清空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在这边 先把这个值怎么样 先丢给A Range A2的值 先存在A这个变数里面 那等到里面清空完之后 然后再怎么样 再把这个A丢回去给Range 就等于是里面两边刚好颠倒一下而已 这个是清空 还有还原格式 还原格式也是在跑一下 因为里面可能有格式 所以我如果没有还原格式 他肯定会记录到一些他的样式 所以一样这边call什么 call还原格式Range 然后再呼叫他 他就帮我还原 所以最后做完的话 就多两个按钮 一个年历 输入2018好的今年 然后就全部跑了 那清除的话就是 帮我把这个值先复制到A 然后清空之后 再把A丢回去 然后再呼叫 清除call那个 清除格式的那一个部分 OK 这样OK了 这部分两段程式 我也把它放在云端上 这一段 跟这一段 OK 应该一模一样 至于细节 如果有兴趣同学 自己再看一下 其实还蛮有帮助的 因为以后如果你工作里面 有蛮多类似这种 一键完成所有动作的话 其实会相当有成就感的 只是说难度会比较高一些 这一题的话 比较大的问题就是 蓝 蓝的部分 我是用那个一个字串 用密的去切割哪一个蓝 然后把它塞到那个位置去 那其实这个地方 是相对比较困难 不过我其实也想不到 更简单的方法了 因为这样已经算是 比较简单了 OK 那请各位试试看 因为这个 这个这个也是我自己用 自己比较 能看的吗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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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